好老公才有的八个特征 重两条以上你会幸福一生 都说男怕入侧行 女怕嫁错郎 女人都是蔡子蜜 嫁给一个好男人 你就可以幸福的过一辈子 以下是我归结的几点 不知道你的男人重了几点 一起点进来看看吗 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精彩 一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会出轨 从不会因为外界的原因 而去背叛自己的老婆 他和你结婚的时候 就会全身心的对待你 一心一意的对你 他不管工作再苦再累 回来后都会面带微笑 从来不会动手去打你 永远把你视为守心里的宝 只有你在才算一个完整的家庭 二 一个好男人 从不会在你面前遮遮掩掩 他的手机可以随时让你检查 他会处理好你和他妈妈之间的关系 不会因为对方的身份而去疏护你 他宁愿自己受到伤害 也不想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受到伤害 不管他工作再苦再累 但他的心里永远都有你的存在 只要你自己有一点空闲的时间 都会去陪伴你 因为他不想让你一个人感觉到孤单 冷清 三 每天都会为你分担一些家庭事物 当你特别累的时候 他也可以像你照顾他一样去照顾你 或许在他兄弟朋友眼里 觉得他是一个七管炎 但他却一点都不在乎 因为他觉得尊严不能够当饭吃 在你面前他会表现得肆无忌惮 他会尝试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四 舍得为了消费 只要是你想要的东西 他都会去满足你 他每天都会嘱咐你 不要苦了自己 自己想买什么就去买什么 不要每天都为我考虑 买的都是我的东西 一个真正爱着你的男人 他根本不在乎金钱 因为只要是他心爱的女人花的 就无所谓 五 不管他工作再忙再累 都会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给你打一个电话 或者是哪天公司会临时加班 他也会打电话给你报备一下 目的就是不想让你担心他 六 每次和你争吵过后 即使是你的错误 他也会毫不犹豫的在你面前低下头认错 或许在很多男人看来 这种男人就是窝脑费 其实小编想告诉你们 你们的想法是错误的 这种男人所表现出来的 是对一个女人无微不自的关怀 女人都渴望自己能够得到一份归属感 七 不管你们的孩子是个男宝宝还是女宝宝 他都会非常喜欢不存在纵男轻女的心态 如果是个男孩 他会告诉他 等到他的爸爸这个年龄谈婚论嫁 一定要对自己的另一半好 因为他们是陪我们共度一生的女人 如果是个女孩 他会告诉你 你长得和你妈妈一模一样 长大后一定要像妈妈一样 做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 要懂得宽容大度 知书达理 当一个男人说出这样的话时 就能够看出这个男人对你有多用心 他也会给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 如果你的男人中了几点 那么请你好好珍惜他 男人永远不会像女人一样 勇于表达自己的意思 他们只会表面装作不在乎 其实内心很重视 凯기를看chio unsere好感程 接近期对男人推动 下团发展 Ну 不能 我